卫星导航系统除了能够导航以外还能干什么呢 这段时间啊 随着最后一颗北斗组网卫星的顺利升空 没有意外的话 现在人人都知道了 我们在导航的时候除了GPS以外 还有北斗可以选择了 而且大概率你还听说了一个新的名词 寿石 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 但理解起来其实跟导航一样简单 导航嘛 给你准确的位置 寿石给你准确的时间 啊我懂了 它能够确保老板的手机和我的手机 同时显示6点整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下班了 就这么简单吗 哪有 寿石关乎国家安全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寿石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电力调度 以及这为什么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呢 先来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2003年的8月14日 北美东北部 从下午3点05分开始呢 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城市莫名其妙的停电了 大家尽管搞不太清楚情况 但也没有引起过多的焦虑与重视 然而一个小时之后呢 停电开始雪崩式的发生 在8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 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沃泰华 到美国的纽约 底特律克里夫兰 瞬间一片漆黑 运行中的地铁甲 然而只卡在水道中间 高楼中的电梯突然停住 困在宿井当中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正在加工工件的车床 洗了火 控制城市运转的自动化系统 停了机 换做你会联想到什么 就是刚刚在两年前才发生过的恐怖袭击啊 当然事后调查表明啊 这并不是一个恐怖袭击 只是由于一些意外 以及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 这次事件造成了 全球最发达地区的约5000万人口 过了差不多两天时间的原始生活 经济损失高达60亿美元 甚至还让至少11个人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停电还真的是 可以作为恐怖袭击的方式 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啊 那寿石和停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啊 电力系统居然是一个与时间密切关联的工业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交流电 而交流电当中的电流方向是会变化的 怎么变化呢 随着时间变化 比方说我们家里面插桌上的电源 就是一个电压220V频率50赫兹的交流电 50赫兹代表着它每秒钟会发生50个周期性的变化 电流的方向也就在一秒内改变了100次 如果只有一个发电站一条输电线和一个用电户的话 这个电究竟是在波峰的时候送过去 还是在波谷的时候送过去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但现代的电网错综复杂 有数不清的发电站会同时将它们生产出来的电 并入总的电网 你想想看 当它们并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形上面的错位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啊 比方说A电站正好是在交流电位于波峰的时候并了过去 B电站错开了一点点 是在波正好爬到一半的时候并进去 而C电站则是在波谷的时候并进去的 结果会如何呢 结果就是发生短路电网瘫痪陷入停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就只能严格同步并入电网的各个电站的频率了 那各个电站的同步信号由谁来给出呢 就是微信收拾了 这个叫做电网的频率同步 除此以外啊 电网还将面临时间同步的挑战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关乎到电力的调度 如今电厂 变电站 调度中心 几乎都是完全自动化运行的 设备的操作和故障的修复 都交由电脑系统来控制 而掌握和记录它们发生的精确时间与顺序 则至关重要 要是各个电厂 变电站 调度中心之间的时间 不同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工作数据的丢失 系统瘫痪甚至在严重时还会引发异常的跳杂 那谁来同步它们的时间呢 还是微信收拾 长期以来啊 我国的电力企业的发电速电配电网 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时间同步系统 主要依赖GPS微信进行收拾 GPS微信系统嘛 是由美国军方开发和控制的 可以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局部性能 劣化设置和限制使用 美国政府从未对GPS信号的质量 以及使用期限给予过任何的承诺和保证 一旦发生战争等紧急事态 美国关闭或调整GPS信号都是有可能的 而这必将引发我们国家的电网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 所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组网 并提供精确的受食服务有多么的重要 就不必我多说了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带你一起掌见识